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张又宜完全符合门当户对这个说法的 并且她受过心事教育 性格温满 支出打理 可以说是跟徐志摩很般配 但是徐志摩在看到张又宜的照片时 用嫌细的口吻说 乡下吐包子 尽管如此 但是在婚前徐志摩和张又宜是没有见过面帝 这段婚姻也是她的父母一手包办的 所以当时徐志摩对张又宜对这段婚姻是十分抵触的 加上两个人并没有感情基础 所以当时徐志摩遵从父母的意思 跟张又宜完婚之后 就到美国读书去了 可能也是借此逃离张又宜 说起徐志摩 不得不提的就是她对财女林徽因的疯狂追求 就在徐志摩留学期间 她认识了才华横溢的林徽因 并对其进行疯狂追求 在这个过程中 还写过大量诗歌 甚至为了追求林徽因 强迫当时已有身孕的张又宜度胎离婚 而经历了种种的张又宜 可能也已经对徐志摩心思 于是答应了徐志摩离婚的要求 后来林徽因嫁给了梁思成 而徐志摩也娶了陆小曼 陆小曼从小生活不过 对于花钱方面十分大方 并且还要抽大烟 徐志摩跟陆小曼结婚之后 虽然已经身兼数职 打了几分工 但是陆小曼的开销实在太大 徐志摩根本负担不起 而说起跟徐志摩离婚的发妻张又宜 她去德国学习了一段时间之后 回国创业 创立了自己的服装品牌 日子越过越好 她也越来越有钱 在商界也是十分有名气 而另一方面 负担不起妻子开销的徐志摩常找张又宜借钱 在张又宜的自传《小小语习服》中将找过徐志摩找他借钱的事 他每次将钱给他 只说六个字 这是你爹的钱 不得不说 虽然当初徐志摩对张又宜的种种仗人心寒 但是张又宜不仅将钱借给徐志摩 还为宝戚颜面这样说 令人敬佩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当然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